哇,NASA可能刚刚在火星上发现了生命迹象哦,这项消息让全球的科学家和天文爱好者都激动不已,火星,这个红色星球,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探索外星生命的重要目标之一,而这次,NASA的好奇号火星车似乎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突破性的发现。 地球以外的生命前景几十年来一直吸引着科学家,这个神秘的领域融合了天文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多个学科,共同探索宇宙中是否存在其他生命的可能性。 而火星,这颗与地球有着许多相似特征的红色星球,自然成为了科学家特别关注的候选者。 火星探索的历史悠久,自从望远镜首次捕捉到这颗星球的图像以来,人们就对它充满了好奇和想象。 而随着科技的发展,探测器得以飞跃星际空间,将火星的真实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 美国太空总署的火星探测计划无疑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好奇号火星车的发现更为这一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 好奇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进行了广泛的地质和大气探测。 其中一个重要发现是有机分子和甲烷的存在。 这些被认为是生命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的存在为火星上曾经存在过生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尽管这些有机分子可能也来自于飞生物过程,但它们的出现无疑增加了火星适合生命存在的可能性。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最新发现的具体情况。 好奇号在火星表面下发现了一个稳定的甲烷流。 这个甲烷不是随便放放的,它是季节性地从地下释放出来的。 这种现象给了科学家一个暗示,也许他们应该把寻找火星生命的目光转向地下了。 为了继一步探讨火星上是否存在古代微生物生命的迹象,美国太空总署又发射了毅力号火星车。 它的任务是在节泽罗云时坑中寻找生物特征。 这是一个被认为曾经是古老湖泊的地方,有着保存过去生命迹象的潜力。 节泽罗云时坑形成于36亿年前,其直径为45公里。 尽管目前这些探索还没有直接证实火星上有生命, 但它们已经为我们揭示了火星曾经是一个适合生命居住的地方。 你可能会想,火星人还莫找到,怎么就说可能发现生命了呢? 事实上,虽然还没有直接看到火星上的生命题, 但是,NASA的科学家相信,它们可能已经在火星的表层下方找到了生命的迹象。 基于对火星大气中甲烷浓度的观测和分析的这一最新发现, 进一步肯定这一迹象。 就在这个红色星球的盖尔状基坑附近, NASA的火星探测车发现了一个地点, 那离甲烷的释放非常不稳定。 盖尔状基坑是火星上的一个低地边缘, 它的直径154公里, 并且已经存在了约35至38亿年之久。 盖尔坑曾是永期号火星探测器的登陆候选地点, 现在是2011年11月26日发射, 并于2012年8月6日登陆的好期号的登陆地点。 盖尔状基坑中发现的有机物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巨星该地区数十亿年前曾有一个湖泊, 这些分子是在泥岩中发现的。 泥岩是一种由水体底部的泥浆形成的沉积岩, 这表明当湖泊存在时, 生命存在的可能性。 NASA火星车使用的火星探测仪器可以加热土壤和岩石样本, 以释放有机分子, 并在发现的分子中识别出甲烷等有机化核物。 科学家探测到, 火星上的甲烷的浓度也会随着一天中的时间和季节的变化而波动, 有时甚至会比平常高出四十倍。 这些甲烷被困在火星表面下的地下岩层中, 这些岩是从土壤中形成的硬壳。 NASA认为, 当温度飙升或好奇好火星车经过并压裂这层硬壳时, 甲烷就会透过它释放出来。 甲烷是由一个碳原子和四个氢原子组成的简单分子。 在地球上, 甲烷是生物在消化食物时会产生的气体之一。 因此, 科学家认为, 如果火星上有生命体, 那么它们也可能会产生甲烷。 这次发现的甲烷瘤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甲烷, 这个简单的有机分子, 因其对火星上生命可能性的影响而引起了全球科学家的广泛关注。 火星, 作为离地球最近的内地行星, 其大气中甲烷的存在与否, 直接关系到火星上是否有生命的可能性。 现在, 科学家们揭开了火星大气中甲烷的神秘面纱。 我们来回顾一下甲烷在地球上的作用。 在地球的大气层中, 大部分甲烷是由生物产生的。 作为一种温室气体, 甲烷对地球的气候有显著的影响。 因此, 当科学家在火星大气中发现甲烷时, 他们不禁开始思考, 这是否意味着火星上也有生命存在。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美国太空总署先是派遣了好奇号火星车前往火星进行科学探索。 好奇号火星车所在的火星科学实验室配备了一套先进的科学仪器, 能够详细分析火星大气中的甲烷含量。 透过精确的化学分析, 科学家发现火星上的甲烷水平在11分之0.24到0.65之间波动, 且这一水平在火星夏季达到高峰。 这项发现引发了关于火星甲烷来源的多种理论。 一种理论认为, 火星上的甲烷可能来自地质过程, 如蛇纹石化等。 在这些过程中, 水与橄榄石等矿物发生反应, 从而释放出甲烷。 另一种理论则认为, 甲烷可能源自于被困在火星冰层中的古代甲烷。 这些甲烷以包合物的形式存在, 由于温度变化而定期释放。 然而, 最令人兴奋的前景是, 甲烷可能是由微生物生物产生的。 这个假设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在地球上许多微生物就能够产生甲烷。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 那么火星上可能存在微生物生命, 这将为人类探索宇宙生命开辟新的篇章。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 科学家需要进行更多的实验和研究。 首先, 他们需要确定火星上甲烷的确切来源, 这需要对火星的地质、 气候和大气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其次, 他们需要在火星上寻找可能存在的微生物生命迹象, 如化石、 遗传物质等。 这将需要更先进的探测技术和设备, 以及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投入。 然而, 这些假玩也可能是由火星表面下的地质过程所产生的。 火星的地质环境与地球有很大不同, 因此, 科学家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假玩的来源。 为此, NASA已经计划让毅力号火星车帮助带回它收集的样本, 以期证实外星生命的存在。 这项发现促使NASA将它们对火星生命的搜索转向地下。 这可能意味着, 当人类最终到达那里时, 可能还会带上充气污, 我们可能不会孤单。 地球上的NASA实验复制了火星土壤的条件, 试图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它们认为有毒的盐称为高氯酸盐, 会随着时间从行星的冰冷深处以蒸汽的形式冒出。 然后, 这些盐会坐落在被称为风化层的尘土表面下, 形成一层硬壳, 这个过程可能持续3到13天。 NASA火星科学实验室研究团队 最近发表在行星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中表示说, 在火星, 这样的过程可以在浅层永久冻土区自然发生, 可能会在顶层积累足够的盐来形成蜜蜂。 论文指出, NASA火星科学实验室任务 最近观察到的火星大气甲烷高峰令人费解。 为了解释火星大气中甲烷风度的快速变化, 甲烷必须突然释放。 该研究在火星模拟室中的实验表明, 高氯酸盐可以通过水迁移和随后的生化输送到表面风化层。 研究表明, 在类似火星的条件下, 含有迁移岩的土壤可以交接并形成固体不透气的密封。 甲烷和其他挥发物会积聚在土壤密封下, 甲烷季节性变化和火星盖尔陨石坑中偶尔出现的甲烷高峰, 可能是由于好奇号火星车透过移动或钻探打破土壤密封时, 土壤气穴中甲烷突然释放出来的。 NASA火星科学实验室研究团队深入研究火星土壤封闭形成 以及水和高氯酸盐的迁移, 同时通过火星模拟式对浅层涌动土层进行类似火星的模拟。 这项发现不仅对寻找外星生命具有重要意义, 也对人类未来的火星探索计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果火星上确实存在生命体, 那么人类在未来登陆火星时就需要更加谨慎和小心, 以避免对火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同时,这也将激发更多的科学家和研究者投入火星探索的领域中, 推动人类对外太空的认知更加深入和全面。 除了对火星生命的探索之外, 这次发现也对我们对地球自身的理解产生了启示。 地球和火星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相似之处, 例如它们的大气层、地质结构和气候变迁等。 因此,透过研究火星上的生命迹象和地质过程, 我们也可以更了解地球自身的生命起源和演化历程。 目前为止,火星甲丸的来源还是个谜。 虽然,NASA最近透露, 一里号火星车将需要帮助带回它收集的样本, 以期证实外星生命的存在。 著名物理学家加莱道雄一直对太空探索的潜力及其为人类带来的最新进展的积极态度一直为人所称道。 他特别关注美国太空总署在火星上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发现, 特别是这些为我们揭示了这颗红色行星上可能的生命迹象的发现。 加莱道雄强调说, 火星上有机分子和甲丸的探测, 这是寻找火星生命的重要一步。 有机分子和甲丸是生命至关重要的碳基化合物。 它们的存在表明火星可能拥有生命所需的建构模组。 NASA火星车在古老的湖床上侦测到的有机分子和甲丸, 这项发现意义重大。 加莱道雄表示, 火星上的这些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颗行星的宝贵信息, 并激发了我们对太空探索的无限想象。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太空探索的深入, 我们有望在未来发现更多的有关火星和其他行星的信息, 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宇宙的奥秘和生命的起源。 加莱道雄曾指出, 火星之所以引人入圣, 在与其地质构造所揭示的奥秘, 火星表面所展现的河流与湖泊的痕迹, 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证明这颗星球曾拥有湿润的气候, 更让我们对其过去是否存在生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火星轨道飞行器所拍摄的高解析度影像, 清晰展现了火星表面的河道, 山谷和三角洲, 这些都是过去水流的见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火星上发现的古代河谷网络, 这些干涸的河床与地球上河流网络的相似性, 无疑增强了火星曾经拥有湿润气候的论点。 NASA火星探测车队多个被认为是古代湖泊的陨石坑进行了探索, 其中, 好奇号漫游车更是选择了一个科学家认为, 曾经充满水的盖尔湖陨石坑作为注入点。 在这里, 好奇号发现了圆形卵石, 地质学家认为这是长期水流冲刷的印记, 这些卵石的存在进一步证实了火星上曾经有水流动的痕迹。 此外, 伊利号火星车目前正在探索的杰泽罗陨石坑更是令人兴奋。 科学家认为, 这里曾经有一个与地球上太后湖大小相当的湖泊, 截则罗陨石坑的特殊之处在于, 它拥有一个保存完好的河流三角洲。 随着时间的推移, 流入湖中的水在这里沉寂了沉寂物, 这为我们寻找过去生命的迹象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火星上的湖泊为我们揭示了这颗行星温暖湿润的过去, 让我们对那里是否存在我们所理解的生命充满了期待。 虽然迄今未知尚未发现明确的生命迹象, 但这些水体无疑为我们继续探索提供了令人兴奋的区域。 总之, 这次NASA在火星上发现的甲烷流位, 我们揭示了外星生命可能存在的线索。 虽然要找到确凿的证据,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但这项发现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相信,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类对外太空的深入探索, 我们一定能够揭开火星生命的神秘面纱, 为人类未来的宇宙探索开辟新的篇章。 谢谢您的观看, 请继续关注和观看有关新科技的影片。 请继续关注和观看